今天,你學會的國語沒有? 你可以喵微信給我聽嗎? 喵 這是國語嗎? 喵 這是國語的喵嗎?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喜多貓TV,我是Joyce 我是Alan 今天這支影片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用國語來拍的 因為我們的國語很爛,所以請大家多多包含 對,為什麼我們這支影片用國語來拍? 就是因為一直以來都是很多留言在下面跟我們講說 或是我們真實的台灣朋友也有提議我們說可以用國語來拍 就會比較多人看 可是我們為什麼沒有? 其實我們在拍影片之前也有討論過 我們用廣東話還是用國語去拍影片 但是經過討論以後呢 我們最後決定用廣東話去拍影片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想要保護我們自己的母語 去保護廣東話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看內蒙古的新聞 就是最近中國政府就是強制要求內蒙古的學校要用普通話來教學 可是之前一直都是用蒙古的母語來教 其實啊,歷史的事情在香港已經發生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對啊,香港政府其實一直都想貶低和消滅廣東話 大概在十幾年前就開始推行那個普教中 就是用普通話去教中文 但是在我們小時候啊,我們一直都用我們的母語 就是廣東話去學中文 去學怎麼寫字啊,怎麼讀,讀音啊這樣的事情 但是十幾年前就開始推行那個普教中啊 是2008年 好像是2008年開始 那我們再舉幾個例子去說明一下 嗯,像我們之前都在Facebook的群組裡面看到 就是有幼稚園的老師 他不讓學生之間講廣東話 然後他就鼓勵學生要去檢舉 不要講普通話的學生 就是平常幼稚園學生聊天 他們用了廣東話的話 就是會有人會去檢舉 可能是很個別的例子 可是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就不是上課的時候啊 在休息的時候也不能講廣東話 也要講普通話 如果你講廣東話的話 就可能會被罰 就這樣啊 那還有其他例子 就是香港的教育劇一直想貶低廣東話 他在網頁上就說廣東話不是一個語言 就是一個方言 教育劇就說講廣東話的人就是地俗的 北方的語言才是高相的 還有香港教育劇就 惡魔化廣東話 他曾經拍了一個影片 就用一個惡魔的形象 就是有一個惡魔他是講廣東話 然後有一個呂俠他是講普通話 然後最後就是呂俠 講普通話的呂俠 就是打低了那個講廣東話的惡魔 對 就是這樣的洗腦的教育 就在香港已經發生了很多年 就是說講廣東話的就是惡魔 然後會講普通話的就是正義是呂俠 對呀他們就想形作一個講廣東話就是不好 講普通話才是好的的欣賞在學生裡面 其實廣東話的歷史比普通話還要強更多 嗯而且後來就是有一家代學 他要代學生要有一個普通話的考試 合格以後才能畢業 就是比方說你其他課目的層次都很好 只是你普通話不合格的話 你都不能畢業 可是最不合理的地方是 這個規定只有對香港人是這樣子 如果是外國學生他是完全沒有這個規定的 反正就是有很多制度上面的東西一直在 好像要消滅廣東話 可是讓我們覺得真的很恐怖的是 我們發現到我們下一代已經開始慢慢不講廣東話了 對 就是我們在香港出門啊 經常都會遇見國小生、中學生 然後他們的日常的跟朋友之間的對話 他們是用普通話來進行 開始的時候我們以為他們是新移民 就是從中國來的新移民 所以他們不講廣東話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他們其實是香港人 他們的父母也是香港人 他們會講廣東話 可是他們不喜歡講 他們覺得是 廣東話是家裡才用的語言 這樣讓我們覺得很恐怖的 在我們生活的地方 我們的孩子不講我們的語言 所以我們就擔心說 如果我們還不講廣東話的話 但我們的下一代就沒有人再講廣東話了 所以我們拍影片的話 我們還是會講廣東話 就是希望我們的語言可以保留下去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人在台灣嘛 台灣就是用國語來溝通的地方 所以我們平常出去的話 我們還是會講國語 對 就是有第三方在場的時候 我們都一定會用國語去交談 所以我們的國語就很爛了 但是如果第三方在場的時候 他不懂講廣東話的話 我們就不會講廣東話 因為我們就覺得很不禮貌 因為對方聽不懂我們在講什麼 就是我們就去買東西 或是我們 然後我們要在店員面前 我們想要討論我們的想法 我們就會兩個人都會用國語來講 或是我們在人很多 然後跟人距離很近的地方 我們兩個講話還是會用國語 雖然講得很不好 可是我們又會想 就很快被其他人發現我們從香港來的 對 可是我們人都來了 就是身邊的人都講國語 我們覺得我們還是要融入 那如果大家對我們的國語有什麼意見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 善意的提醒 請多多包涵 我們的國語真的很爛 香港唱很嚴重 對 我們盡力了 有一次我們家具來到家裡面 那師父跟我們主張以後 我就送他去留下離開了 在電梯的時候我跟他聊天 他說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可是他只是問你現在下班了沒 對我就問你下班了沒有啊 他說他聽不懂我講什麼 那就我很大的打擊啊 沒有 他就笑了我很久啊 可是當時我沒有在場 我是聽你這樣 對呀 所以觀眾朋友就跟我說一下 你們聽不聽懂我講的國語好嗎 好 那今天這條片呢就去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片的話呢 就記得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希望下一條片再見到你 拜拜 拜拜